男人叫何康,光看着阵势就知道他的身份不简单 称霸一方的社团boss将充值的养子 他凭借着聪明的头脑和一股狠径 在社团之中的地位仅次于会长将充值 得知怀孕的妹妹被甩,女人决定今天首思渣男 根据妹妹的电话引导他来到饭店六号房 然后深吸一口气,推门而入 黑西装,有酒窝,尖下巴 完全符合妹妹的描述,看着男人无动于衷 女人直接生气地将包砸在了她的头上 并一把抓住男人大声训斥 你到底是不是人,一副人模狗样的家伙 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就在女人毫无顾忌地宣泄着内心的愤怒时 旁边的屏风一字打开 两排坐立整齐的黑西装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 男人趁女人张嘴之际赶紧挣脱 但他对这两排的目光却表现得异常尴尬 再看看这个女人 很想用自己刚才首思渣男的气势压倒黑西装 但看到这些只是自己的目光 接着用亲切迷人的笑容让他们继续用餐 并充满诚意地准备关上门 说完话女人再次回到男人的身边 她并没有忘记自己此行的目的 就要牵着男人去外面解决 然而此时屏风再次打开 两排黑西装的目光齐聚她的身上 女人正准备道歉 此时赶来的妹妹却告诉她走错门了 抛弃她的渣男在隔壁包间 女人这才意识到自己思错人了 不但如此 她还发现被她首思的男人来头挺大 不知所措地向男人连连道歉 而男人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待遇 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地走人 之后就将全部的气发泄在了这个渣男身上 并把女人刚才训斥自己的话 一字不落地讲给地上的渣男听 直到渣男心惊胆战的道歉认错 她才感觉找回当初的威望 而这整个过程让旁边的两米默瞪口呆 男人起身就准备走 女人却叫住了她 对自己今天的行为表示抱歉 掏出名片就开始介绍自己 然而男人却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去 而刚才首思她的人 正是母胎单身27年的美猪 身为医美医生的她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赖掉养父的孤儿院 为自己开一家医美医院 但这却一直受到养父的阻挠 迫不得已的她只能过着做六修一的生活 这天好不容易休息的美猪 隔壁房间东西的碎裂声引起了她的注意 于是抱着八卦的心态出门查看 然而此时房门却从里面被推开 一个男人出现在眼前 而此人正是美猪上四手丝的何康 对于眼前的女人 何康并没有什么好感 扭头就走 然而这却引起美猪的不满 直言她下次如果再这样无视自己 就要将她摁在地上摩擦 本以为这样的两个人毫无交集 然而却对何康的养母于佑丽角落其中 爱慕虚荣的于佑丽想在阔态圈里显摆 就想让身为医师的美猪 做自己的儿媳妇 但这个儿子并不是何康 而是他的亲生儿子江世勇 但美猪并没有见过此人 于是按照于佑丽的地址来到约会的地方 但对方却是个朴姓男 开口就要为美猪开一家医院 并对她不留余地地进行嘲讽 不就是为了赚钱才选了医美 还是在实习期间犯了错迫不得已转的行 或者是能救的人没有救活 男人的话让美猪忍无可忍 渣男被美猪忽住了 反应过来的他就想上前理论 却被旁边的男人一把抓住 美猪的行为深深地激发了他的好奇 本以为是个金龟婿 之前才听了余佑丽的话买了那么贵的裙子 美猪现在只觉得肠子都快会轻了 于是编造了一堆谎言前来退货 然而还没等售货员将衣服挂起来 他就听到一个男人要将衣服包起来的声音 循着声音忘取 只见对方正是被自己昨天手撕的人 而当男人向这边看时 美猪在心里开启了隐身技能 看不见看不见 与此同时也在幻想有个有钱的男朋友真好 为了靠近美猪 姜世勇假扮成开眼角的患者 更是土味情话顺口就来 显然他是个情场高手 这边他正在向同事吐槽 为患者勾引 于又丽却前来问他昨天约会的情况 直言美猪真是有福气 就要成为财阀家的儿媳妇了 而不等美猪说话 姜世勇从旁边时时出现 并说昨天的试探是他们家的规矩 美猪只觉得被人耍了 财阀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但同事却告诉他有钱能使鬼推磨 真希望被骗的那个人是自己 本以为生活会充满平淡 然而第二天生活就给美猪一个惊喜 昨天退后的裙子居然穿在了邻居女孩身上 女生漫不经心的炫耀 让美猪一天的好心情荡然无存 然而眼前出现的黑西装一波操作 更是让他站二合上摸不着头脑 正当美猪觉得自己是不是中奖了 后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听着女孩拒绝黑西装的话 美猪只觉得这人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 但与此同时 注意这边情况的他却差点摔得狗啃尼 为了避免尴尬 顺势起身斜靠在旁边的车上 并气愤地拍着引擎盖 旁边的黑西装过来问他在干什么 美猪却显得有些不耐烦 直到对方掏出车钥匙 坐进驾驶室的美猪只感觉丢尽了脸面 自己的命真是不好 怎么就没人给自己买车呢 于是就想放一首歌 舒缓一下这糟糕的心情 但显然美猪并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何康讨好崔有珍的礼物 只因何康并不想跟他结婚 也不想要孩子 因为他害怕这种幸福是短暂的 而这种恐惧来源于从小被抛弃的经历 或许这种伤痕需要时间来磨平 但显然村有珍并不会给他疗伤的时间 直接向他提出了让分手 因为现在的他怀孕了 而何康却放不下这份被温暖过的感情 即使面对有珍发疯的摔东西 他也能保持足够的淡定 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村有珍这样骄横跋扈 显然从小受到伤害的何康 并没有足够的勇气跟他结婚 而出门扔垃圾的美珠 正好碰到从里面出来的何康 然而他再一次被无视 上班小气的美珠收到一份快递 一把斑点太阳小花伞 也是江志勇向之前试探他道歉的礼物 对于在撩妹这一行 如果把江志勇称之为老狐狸 那么美珠就是一个小白兔 二话不说就塞给他一个精致的信封 邀请他下周去吃会面 显然美珠并不理姐夫二代的这波操作 这么有钱居然只请自己吃会面 于是半信半疑地打开信封 应用眼帘的是一张往返郑州的机票 这让美珠惊讶地直喊妈妈 另一边将志勇约见何康 告诉自己近期相亲的一个对象 要好好的玩一下 对此何康祝他玩得愉快 而美珠也沉浸在收到礼物的喜悦之中 但接下来的一个买笔电话 更是让他的心情舒畅不已 见医院的梦想终于快要实现了 于是就想找一个地方拍照纪念一下 然而当他刚按下快门时 一只麒麟币从车窗伸了出来 美珠害怕加尴尬地赶紧向对方道歉 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此行的目的 刚坐下就向对方介绍自己的地友多好 然而沉浸其中的他并没有注意 旁边座位上新来的男人 继续兴致勃勃地夸夸其谈 而当男人问他想要卖多少时 假装思索的他却看到让他惊讶的一幕 今天出门也没踩到狗屎啊 怎么这个无视自己好几次的男人又出现了眼前 于是就准备教训一下他 毕竟现在有了追求自己的多金对象 还有即将出手的土地 他可不怕眼前的何康 乃地的男人眼见无法打断骂的正嗨的美珠 听到男人如此称呼 美珠懵了 难道是主熟的鸭子又要飞了 但拥有射牛的美珠 怎么可能放走到嘴的肥肉 禁不起美珠软磨硬泡的何康 决定再再给他一次机会 但有点上头的美珠反倒没道歉 他一个劲的嘲讽 何康送给有真的礼物 他那眼前不把自己当外人的美珠 何康实在是坐不住了 但显然美珠并不准备就此放他离开 依旧在他身边叙叙叨叨 无奈的何康只能让手下拦住他 然而没走两步的他 却听到身后一声尖叫 手下被四个黑西装袭击了 何康二话不说 直接冲上去一顿发挥 但即使他很能打 对方还是找准机会挟持了美珠 虽然不待见他 但总归是遇到了坏人 就在他准备上前解救时 却被人从后面锁住了脖子 而当手下赶到时 何康痛苦地倒在血泊里 美珠被吓傻了 但医生的本能让他一把推开湘泽 就要为何康止血 并让湘泽快点打急救电话 但显然如此身份的他们 是不能去医院的 而美珠也因为曾经的心理创伤 不想参与别人的生死 被湘泽喊清醒的美珠 将他们带到孤儿院的库房 此地作为养父的孤儿院 也常被一些急救药品 虽然他身为整形医师 但对于这种小伤口 还是手到擒来 而作为医生的本职 美珠也对何康照顾有加 为了很好的养伤 何康选择暂时待在这里 更让美珠惊讶的是 他居然还搬来了全套的厨房设备 以及居家办公用品 看着跟孩子们 无庸无虑玩耍的美珠 何康的内心从未有过的明镜 为了自己买地的愿望顺利实现 美珠申请从来没有修过的年假 而院长的爽快也让他感到惊讶 经过多天的相处 对于美珠超乎想象的射牛症 何康这个社团老大也无计可施 但他还是向美珠告诉了自己曾经的经历 有真通过湘泽找到了岛上养伤的何康 为了不让美珠感到尴尬 何康带着有真不辞而别 虽然嘴上说着无所谓 但美珠的心里却空落落的 得知何康即将要回来 社团老三南昌队显得有些惶恐 而作为大佬的姜冲职 也让何康尽快查出幕后凶手 然后千倍万倍的凤凰给对方 美珠也结束了自己的休假 然而当他兴高采烈的来上班时 却被老板炒了鱿鱼 并大方的给他支付了打车费 这一刻的他也终于明白 当初自己请假时 对方为什么会那么爽快 然而生性直率的 他怎么可能受得了这样的气 直言女人笑起来真丑 只有在发脾气皱眉的时候 才像个人样 等自己以后就业了 让女人拿着这些车费 给他整一个好看的法令纹 虽然说了很毒的话 但美珠还是要面对生活的残酷 回到住处 不仅门上贴着催收的物业费清单 还有一时半会打不开的门锁 余又利找到何康 让他抽出时间 来中国接回自己的儿子 而这也正好跟何康想调出 之前向自己下非手人的计划 不谋而合 或许是纠缠不清的逆人 两人再次在飞机上相遇了 双方难免不了一番唇枪舌战 而为了堵上美珠的嘴 何康更是将自己的午饭拿给美珠 气得他直接跟城务人要了个眼罩 大方地靠在何康的肩膀上 呼呼大睡 走出机场大厅的美珠 就想拍照纪念一下 然而忽然发现 之前无意拍到的一张照片 跟当晚袭击他们的那伙人很像 正当他准备告诉何康时 却接到了江世勇的电话 而此时接何康的车也到了 女孩正在惬意地享受玫瑰牛奶浴 房间却突然进来一个女人 却把美珠吓了一跳 女人直言是跟江世勇一起的人 来这里只是为了拿东西 美珠懵了 妹妹之前被渣男骗 自己现在居然也被渣男差点骗了 原来在何康在走后 美珠被江世勇安排的车接到酒店 本以为两人可以惬意地玩耍 但江世勇却被何康带打电话叫走 而美珠并不知道江世勇 要去见的人是何康在 回来的江世勇继续一本正经的 说着土味情话 而美珠却早已看透这个渣男的本质 拖着行李就准备离开 但显然他还是低估了江世勇的段位 直言美珠是不是因为嫉妒 而美珠也送他一句 人跟人是有区别的 好不容易倒嘴的肥肉就这样飞了 这是江世勇从未有过的耻辱 于是追出来继续死缠烂打 显然此时美珠已经清醒 给了一张机票就要跟别人去吃混念的他 如果继续留在这里 那跟刚才进屋的女人有什么两样 正在两人说话之际 眼前出现的人又让美珠吃了一惊 何康在也终于明白 美珠说是打扮得这么洋气 是来见谁 何康在的挖苦让美珠有点尴尬 江世勇也从中看出两人是认识的 对此美珠也承认 见此一幕 何康在就准备离去 而美珠却想搭他的顺风车 本以为追求自己的是个金龟婿 没想到是个渣男 旁边嘲讽他的何康 再更让他上火 但美珠却想跟他借钱 如果何康要买自己的地 那么就可以提前给自己预付金 真是没有见过拥有如此射牛的人 何康在无奈地直摇头 而作为自己人生的第一次休假 美珠只感觉没有比这更悲催的了 总归是救过自己命的人 虽然无奈 但也为他安排了酒店 而拥有射牛症的美珠 却想八卦一下 江世勇跟何康在的关系 但显然何康在并不愿别人提起他们的关系 原来16岁的何康在当初 被江冲职带回家时 并没有得到江世勇的欢迎 反倒是对他充满惑意 虽然愤怒 但总归是寄人篱下 何康也在这种环境中 成长为将充值的左膀右臂 看着拿着地图做工业的美珠 何康在心有所思 自己这次的首要目的是来钓鱼的 而顺便当一下美珠的导游 也不是为一个良策 也算是之前他照料自己的一种回报 正当美珠沉浸在度假的喜悦时 却被何康在接下来的话浇了一盆冷水 直言跟他游玩 是为了做给监视的人看的 美珠不淡定了 如此一来自己不就也处于危险之中 得知真相的他一溜烟走了 走到半路 他却忽然想起之前相机里的照片 觉得自己不能就这样跑了 于是着急忙慌地找到何康在 声称自己认识那晚袭击他们的人 正当两人查看照片时 一群黑压压的大汉直冲他们而来 但显然何康在对这样的场面见怪不怪 转身一把推开美珠让他先跑 但显然美珠无法相信他的战斗实力 就想上去帮助被拳殴的何康在 却被赶来帮忙的手下一把拉住 让他继续跑别回头 这边打得热火朝天 那边美珠也在一百米加速 本意为甩掉了 但回头却发现自己跑进了狼窝 而看到美珠被带走的康在 展现了异于常人的身手 过五官斩六将 一个飞身上的一艘橡皮艇 左灯右踹的将两人解决 至此海面上开始了一场 你追我赶的橡皮艇比赛 美珠被带到了一座岛上 康在也顺利地赶到 然而来自面前两排黑西装的压迫感 却让两人有些惶恐 原来是本地区的一位大佬 为了检验康在的实力 才导演了刚才的一出 但显然康在并不知道对方想要什么 只能让他们先放了美珠 而此人找到康在的目的 也是向他表达自己的诚意 正是自己组织中的叛徒 从而被有心人利用 导致之前康在被刺了一刀 但他们也并不知道幕后主谋是谁 话已至此 康在也明白了男人的意思 看到康在毫发无损 美珠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而康在却责怪 他为什么还没走 看着这个跟自己毫无交集的女人如此担心 康在的心也在这一刻颤动了一下 而回到酒店的两人全然不知 这一幕正好被门口的江世勇尽收眼底 从美珠的口中得知 跟江世勇在一起的女人 正是之前跟自己洽谈合作的对象 这也不禁让康在联想到 女人的幕后老板是不是就是江世勇 于是就拜托美珠约江世勇出来 但显然这在美珠看来 是康在对自己的嘲讽 他也并不想知道 康在约江世勇要干什么 美珠懵了 他并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黑幕 更不知道他的养父 将那块地作为担保抵押了 于是打电话跟养父确认 知道真相的他显得异常的平静 更是觉得那个债主就是眼前的康在 直言自己当初就不应该救他 显然对于常年游走于花丛之中的江世勇来说 自然知道美珠并不是来这里 向他是好 而康在的出现也印证了他的猜测 有美理在身边 江世勇并不想搭理康在 但是对于美珠来说 康在更让他感到安全 但他却低估了这个比他脸皮更厚的渣男 装出一副委屈的表情 说自己从未赢过康在 只是想请他吃一顿饭而已 正当两人剑拔弩张之时 将充值的一个电话让两人立马回去 而回去的两人又坐了同一个航班 为了养父的孤儿院 美珠厚的脸皮让康在先解除扣押 但康在却直言何时解除由自己来定 有真本想给康在一个惊喜 但后面出来的美珠却让他的脸变成了猪肝色 康在知道再多的解释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就让有真自行回去 康在的这波无心操作 无疑是让两个女人拉起了仇恨 有真显然是误会了美珠跟康在的关系 但每次康在跟美珠都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这让他不得不怀疑 但此时的他不仅表现得很平静 却还对美珠之前就康在一命表示感谢 对于美珠的话有真感到奇怪 而他所猜测两人之间的关系 美珠也让他不必多虑 但即使这样 有真还是看起来无意的 暴露出自己怀孕的事实 然而他此举的目的 无非就是让美珠直男而退 康在向湘泽叙述了出去几天的经历 捅了他一刀的人就在他们组织内部 这让湘泽感到有些震惊 但康在也没有忘记 让他盯紧孤儿院的那块地 对于养父将地担保给别人 那人却卷钱跑了 美珠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楚 自己努力工作 用工资帮养父维持着孤儿院的日常开销 要不是那个渣男请客 自己都没有出去玩过一次 而养父却还在幻想那人会把钱还回来 似乎所有的情绪都找到了出口 美珠面朝大海放声大哭 另一边的康在为了试探 社团二把手南昌贝 希望他能帮自己抓回那个卷钱逃跑的人 对此南昌贝感到好奇 康在却直言 那是他差点送命的地方 自己有债要还 伤心过后的美珠开始找工作 但因为之前对心机院长的羞辱 导致他在这一行求职处处碰壁 为了洗白自己的社团大业 将充值让康在收购了一个建设公司 作为礼物交给儿子江氏勇打理 而前来视察的康在 正好撞见求职碰壁的美珠 光看表情就会认为两人是仇人 好在有湘泽打破僵局告知来这里的目的 美珠嘲讽黑混混争是赚钱 这样气愤不能有些尴尬 眼见美珠要走 康在直言医生的时间可真是够清闲的 然而坐在美珠回对一句准备离去时 去迎面撞上别人 看着散落一地的表格 康在顺手抄起一张 美珠就想拿回求职简历 但康在却问他是拿着这个在找工作吗 对于这个钢铁直男 美珠这个射牛此时也无可奈何 但总归他还想起是因为自己美珠才丢了工作 手下汇报将是永远进回国 而社团大佬将充值也要儿子管理公司 但找到他却成了康在的难题 正愁此时的他忽然看到场里上陌默的美珠 于是命令司机将车倒了回去 不得不说 钢铁直男打招呼的方式真是奇特 就想跟美珠谈一下土地拍卖的事情 康在直言会解除土地扣押 美珠本以为他是大发善心 但康在却揣着别的心思 觉得他一个拿着简历到处跑的人 什么时候才能还上那笔钱 但却有一个其他的办法 听说要让自己约江志勇出来 美珠只觉得眼前的康在比江志勇还渣 难道是觉得自己好欺负 才会这样一而再地触碰自己的底线 为了让美珠这个医生 做自己而媳妇撑脸面 于又利可谓是煞费苦心 直接降低身份安慰失业的美珠 水过三巡 更是打电话让司机本人来此地接他 然而门口等待的人却让美珠懵了 原来于又利口中的那个司机就是康在 真是冤家路窄 中午吵完架的两人 又因为于又利坐进了同一辆车 于又利让康在断绝跟江冲直的关系 显然他也知道 自己儿子江志勇是什么德行 如果康在继续留在江冲直的身边 那将是对自己儿子地位的威胁 为了不引起麻烦 康在直言会考虑 对于没有在于又利面前暴露跟自己认识 康在向美珠表示感谢 但美珠却为了气他 直言也是为了自己 毕竟于又利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婆婆 对于收购建设公司向喜白卖出的第一步 今天的股东大会将充值满怀期待 因为自己的亲儿子就要成为公司的理事 但康在却没有料到 江志勇身边的女人会出现在对面 而他也终于明白 这是江志勇一手安排的 提前买入建设公司的股份 然后成为列席股东 这并不足以改变什么 但江志勇却在大会前 找到这家建设公司的股东 希望跟对方合作 而男人也正好不想让混混来管理公司 于是两人联手 在大会选举中投上重要的一票 从而让自己老爸将充值 在记者面前丢进脸面 也让康在受到失败的打击 网上求职的美珠 接到孤儿院孩子的电话 得知其养父收到了房产强制派卖通知书 于是着急忙慌地找到友真 希望他告诉康在的地址 但他却不知道康在这会正跟江志勇在一起 只因康他想知道 江志勇的阴谋到底是什么 两人正好被赶来寻找康在的美珠撞见 但显然康在并没有空打理他 因为手下发现了捅他之人的线索 而当他赶到这里时 却碰到了从侄子房间出来的社团长老东奎 很显然这是对手的一招 嫁祸他人 而他们也都被这个人耍了 没有留住康在的美珠 只能想通过江志勇这里知道康在的变化 但没等江志勇答话 旁边的康在却说出了自己的号码 美珠本以为康在来找他谈论土地的问题 但他却将他包里的东西全部倒了出来 这让美珠十分气愤 康在直言在找美珠之前给自己看的相机 美珠瞬间冷静了 这毕竟牵扯到了康在的声音 于是将康在带到了自己的住处 但不成想心急的他直接不顾美珠的阻拦 闯进屋里一栋翻找 美珠只感觉自己到底造了什么孽 竟然碰到这样一个面无表情的钢铁直男 但他也并不想将相机交给康在 因为他不能让过儿院的孩子无处安身 只想以此让康在先解除土地扣押 而康在却用土地要挟让他先交出相机 但显然他还是低估了美珠的决心 即使删除相片也不会交给他 难道不是你让我删的吗 让你也尝尝牙还牙 而天真的康在却让美珠立即恢复 如果有那技术也就不会待在这里了 康在显然没有料到美珠丝毫不怕他 女人对于佑丽从自己家浴室滴流了出来 真是大白天活见鬼了 在自己家洗澡居然被别人薅头发 显然在于佑丽看来 女人是住在江志勇家 肯定是闻到了自己儿子身上的铜臭味 但对于女人来说却并不稀罕 毕竟他是跟三个快死的老头结过婚的 只是想和江志勇酷酷地玩耍 而作为大佬女人的余佑丽 特有的霸道就体现出来了 直言让女人赌上信令好好玩玩看 在自家被如此羞辱 这让女人咽不下这口气 于是打算再也不会放过江志勇 另一边的江冲直满眼愤怒 股东大会让他在记者面前丢尽了脸面 虽然何康在知道全是江志勇一手特化 但他并没有在江冲直面前请小人行进 只是请求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对于这名上了年纪的建设公司股东 何康在并没有选择暴力 而是决定与柔克刚 对于混混身份的他 男人并不想给太多面子 但何康在的表现 却让男人并没有过多排斥 仿佛这是他们的处事之道 我喝一杯你也必须喝一杯 不喝那就是不给我面子 眼见男人不想跟自己继续聊下去 虽然他滴水不沾 但也只能舍命陪君子 男人叙叙叨叨地说着公司的情况 回头就看到何康在晕倒在地 跟闺蜜在大厅聊天的美猪 看到被人背进来的何康在 总归是自己救的 死也要死在自己手上 于是上前询问相责 可不能就这样死了 自己的地还在他的手里 于是美猪跟着上楼就想救活他 但他却对何康在的手来了兴趣 只感叹怎么会有手 长得如此好看的混混 从律师口中得知 自己被儿子坑了 将充值满眼愤怒 而江世勇也已经习惯了这种 从白天等到傍晚 也不见自己老爸的情况 长期以往 但他不得不觉得与和康在相比 自己这个亲生的还不如那个捡来的 于是决定用这种方式 回报一下他的会长老爸 而他这么做的原因却也十分奇葩 如此荒唐的借口让江充值甚至怀疑 这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得知美猪照顾了自己一夜 或许是因为手下在 他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情绪 但美猪却给他留下了重要的东西 原来当初美猪早已在电脑上备份了照片 删除相机里的只是为了出气 为了看得更清晰 他将照片放大了200寸 对于湘泽的调侃 和康在只能用东西堵住美猪的脸 而上面的面孔几人并没有见过 总归东方不量息电量 正跟有真一起吃螃蟹的和康在 接到南昌被打来的电话 之前拜托他找的人抓住了 但有真却想让他留下继续吃螃蟹 而他并没有忘记 就命恩人美猪的事情 因为就是那个人 让美猪的养父担保 从而卷款逃走的 于是在跟南昌被交接完人后 就想前来告诉美猪 但却看到了让他气愤的一幕 男人将手放在女人的后面 伴随着音乐的节奏 尽情地享受着来自手指的触感 男人的行为让美猪感到恶心 但他还是强忍了下来 自己参加学院聚会 就是想找个工作 但没想到 他的忍耐反成了男人得寸进尺的资本 而这一幕正好被来 找美猪的何康在尽收眼底 于是让手下开灯关音乐 突发情况整整的男人 被美猪一把推开 而当他转身准备离开此地时 眼前的人却让他呆入目击 男人凭借着身价不菲 就想要震慑和康在 但显然在美猪认识的人面前 他并不想用拳头解决 说完直接拉着美猪 就要离开此地 并让手下去 取他的衣服跟包包 眼见到嘴的肥肉吃不到了 男人叫嚣着 但却被手下得很辣 吓得不敢吭声 或者说你只会对混混大喊大叫 对待贤猪手都不闻不问 还是多管闲事妨碍到你了 对于何康在的话 美猪无力反驳 而他前来的目的 也是让美猪做好明天去过院的准备 但显然想知道原因的美猪 早已将何康在气的一点 也不愿跟他透露 处理完事情赶回去的何康在 却被有真单方面提出了分手 落寞的他就想打开手里的一拉罐 但旁边捏瓶子的声音 却引起他的注意 就这样 两个各怀心事的人 坐在了同一张长椅上 但显然两个人之间 并没有什么可说的 出于好心美猪 就想让他告诉何康在 关于孩子的事情 但却换回有真的一句 他这是病 得治 而他的确也是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看着眼前的何康在 美猪在做心理斗争 到底要不要告诉孩子的事情 但显然 对方以为自己帅气的外表 吸引了他 两人不嫌不淡地聊着天 但刺骨的寒风 却让美猪的眼睛 不自觉地 叮向了他手上的手套 察觉到有人看他 美猪这个射牛 对上了钢铁 直男何康在 本以为自己要输了 但他却将手套递了过来 美其名说 不借给女人手套的原因 是用手帮 对方直接取暖 美猪再一次被当场射死 但是已至此 如果再不要手套 那就成傻子了 看到卷款逃跑的人 被带下车 这个不苟言笑的男人 也第一次让美猪的内心 充满感动 坏人自有人质 债主们蜂拥而上 对男人进行了手撕 但养父 却希望大家 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 让男人留在这里还债 但显然大家认为 他会再次逃跑 大家也终于明白 抓回的男人 为何会跪在地上 如此乖巧 美猪也终于明白 这个不善言谈的男人 用实际行动 偿还自己救命的恩情 而两人也来到当初 美猪替妹妹 手撕扎门的饭店 想起当初的一幕 美猪都觉得搞笑 但他却说 美猪是唯一 赶手撕自己的女人 打开话匣子的两人 也开始不同往常的聊天 气氛也逐渐变得融洽 而经过美猪的暗示 钢铁直男 就是不明白 美猪到底想说什么 和康在大脑一片空白 他终于想起女友 近期的反常举动 而此时有真 却约他见一面 对于自己的不关心 他向有真表示抱歉 或许在这一刻 他也有想做父亲的想法吧 整夜重新修改简历的美猪 被人打电话吵了醒来 原来是他的小毛驴 挡住了别人的车道 正准备挪车的他 转头却看到 向自己这边走来的一对情侣 横头垢面的他 只能前来挪车 但却怎么也打不着火 看着毫无反应的车子 旁边的男人实在看不下去 毕竟自己的女朋友 还在旁边等着 于是让女人把好方向盘 用自己的大手 将车子轻松地推到了后面 眼见男人要走 美猪打开车门冲了上来 或许是看到 有真站在何康在身边 他的自尊心开始作祟 直言为什么不将 自己老爸的花衬衫还回来 恰恰不救 显然这是一个别角的理由 明知对方心有所属 却不仅骗了自己 还骗了别人 这是他第一次当鞠签 曾经的过院里 虽然也有鞠签 但却是院长儿子的专属品 而他的梦想 就是建设有很多鞠签的房子 听着这个令自己讨厌的 混混的述说 白中大感觉他的心是热的 至少不像其他的黑心房地产商 建设公司 虽然是他一手创立的 但现在 没有资金的他们 已经无力回天了 股权转让出奇的顺利 将充值脸上的笑容 预示着他的混混大业 迈出了洗白的第一步 建设公司的路已经铺好 但江世勇 却不愿意接受 何康在于是 用了一招激将法 将建设公司 作为江世勇的基业 但愿不要被自己抢过来 这招无疑是有用的 因为只要是他想要的 那么就是 江世勇必抢的 江充值希望 何康在进入建设公司 以后也尽量不要手指染血 但这对于一直自由的他来说 需要静下心 好好考虑一下 然而他还没考虑自己 却在电梯里 看到一张广告牌 想起了 因为自己被炒鱿鱼的美猪 于是就想梦问几天 前来这里投简历的美猪 为什么没有被录用 对方直言 不仅要有实力 还要自带顾客流量 然而对于他来说 最缺的从来不是人数 自己的手下可多的是 而前来面诊的这些黑西装 却把男人吓得不停地哆嗦 黑西装更是直言自己 只是看路的 后面还有三百人没来 没有办法的男人 只能向美猪抛出橄榄枝 来看有真的何康在 碰到了第一天上班的美猪 嘲笑他一个无业游民 还开什么车 坐公交就可以了 显然他是知道 美猪今天已经找到工作 只是调侃他而已 正在两人说话之际 湘泽焦急地赶到这里 他们找到了那天晚上 捧伤和康在的领路人 向泽建言 在对方知道之前 应该先下手为强 但却遭到和康在的拒绝 不应该这么晚了 让手下不得安宁 本以来两人会一路无话 但在出电梯时 他却将美猪拦住 警告他不要再有真耳边 吹一些不好的风 不要以为我是个白痴 如果认为他会担心 那就换个职业 美猪的话让他无力反驳 因为事实就是这样 然而晚上正在弄周公的美猪 房门却被砸得正通响 有真低压加发烧 无计可施的他只能找美猪 这个医美医生 但关于有真的病例 他却一问三不治 看着照顾你有忙前忙后的美猪 这个救命恩人 似乎跟自己有太多的牵绊 照顾有真一夜的美猪 给他留下一个便签 毕竟自己要去上班 但他早上醒来 自行去医院再做检查 由之原来是因为和康在 自己才有了现在的工作 美猪就想打电话感谢一下 但显然他现在并没有心情懊科 因为有重要的事情等着处理 他怀疑组织的仓库 是南昌被窝藏面粉的地方 但一路眼帘的确是一箱箱的洋酒 瓶中的东西也让他瞬间明白 原来南昌被早已坐着 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 于是几人来到南昌被的地盘 希望在这里获得一些证据 两人都各自心知肚明 不嫌不淡地聊着 只有对方能听懂的黑话 但显然南昌被是心虚的 没聊几句就借口走了 而这也是和康在的一招投尸问路 在怀鬼胎的情况下 南昌被肯定会有所动作 虽然美猪是他的救命恩人 但对于帮自己找到工作 美猪也想表达自己的谢意 而这个钢铁直男话里却勾矩带刺 如果有伤自尊可以随便辞职 但美猪却早已将他的脾气摸透 虽然是个黑混混 但顶性也不至于太坏 而为了改善他的身体状态 美猪为此精心挑选了礼物 然而这融洽的氛围 却被敲门声打断 江氏永不请自来 察觉到气氛的尴尬 美猪就想为两人让出谈话的空间 何康再来的兴致 身为杨子的他一直被江氏永欺负 只要是他的东西 江氏永必须要插一脚 但现在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恶心一下他 于是饭桌上出现了尴尬的三角局面 然而江氏永此行的目的是来跟他要相责的 并美其名说是帮他洗白混混的身份 江氏永主动要求送美猪回家 但他却直言有直达的公交 这让何康在好奇为什么他不开车 上次推车是因为发动机的问题 而今天却是车胎爆了 这直接引得他一顿嘲讽 两人又开始了一番斗嘴 但这却让旁边的江氏永十分嫉妒 就要让美猪上自己的车 没有比这更好的理由了 也是美猪无法拒绝的 更是让江氏永吃别的妙招 看着有真打来的电话 他迟疑的拿起又放下 不断震动的手机 以及他脸上的表情 美猪决定让他靠边停车 直言自己想吃糖炒栗子让他先走 殊不知这是美猪为了避免遇到有真 化解三人尴尬场面的做法 但显然他感冒了只是想去买药而已 而刚从药店出来的美猪 却被他迎面拦住 直言药店啥时候转行卖栗子了 并全然不顾美猪的解释 直接塞给他一包糖炒栗子 看来这个钢铁直男还有细心的一面 而这大大的栗子也成了寒冷的冬日里 温暖美猪这个孤家寡人的灵丹妙药 为了保佑自己老公的事业蓬勃发展 女人给他送来了一张大福 然而男人却觉得他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 如果他觉得有用的就给儿子吧 自己的热脸又贴到了冷屁股 正在郁闷的余佑栗 忽然看到了他朝思暮想的人 于是就想请美猪吃饭 而出门的两人正好撞见迎面走来的南昌贝 总归是见过大场面 为了不让美猪看出端倪 余佑栗跟南昌贝打起了哈哈 而对于眼前的女人 南昌贝感觉自己在哪里见过 然而经过回忆他终于想起 是在自己会所里和康在闹事的那天 而他也知道美猪就是跟江世勇相亲的女人 于是就想在这上面做一下和康在的文章 余珍开心地聊着他们的孩子 而旁边的男人却身在曹银心在汗 牛头不对马嘴地应付着他 直到隔壁的关门声将男人拉回现实 余珍也从他慌慢的眼神 以及不正常的看表神色中看出了一丝端倪 于是坐了一桌子好吃的将美猪邀请过来 直言是对之前照顾自己的感谢 但也希望他下班回来能够轻一点关门 显然美猪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这并不是什么感谢饭 而是宣誓主权的鸿门燕 何康在希望湘泽考虑一下江世勇的提议 他不可能一辈子当混混 女儿的入学表爸爸职业上面又该如何填写 而为了让湘泽重新考虑以及调到一些想调的东西 两人来到之前养伤的地方 而今天也是美猪回家看养父和孩子们的日子 掏出兜里的例子 他让美猪在这个冬天不再感到寒冷 然而正当美猪大踏步往家走时 旁边出现的人却让他止住了步伐 然而就是这样两个各自想着对方的人 此时去见面就恰 而让美猪生气似乎也成了他的乐趣 养父直言这样的天气诊疗时睡觉会不会太冷 美猪却让他别管不会冻死了 显然他这是心口不一 还是将毛毯送了过来 此时何康在却打来电话问他在干什么 吓得他掉头就走 并说自己在睡觉 对方却早已透过窗户看到了他 直接开门出来让他当场射死 对于自己给他来送毛毯 美猪那是打死也不承认 自己来这里只是为了抖灰尘 看着美猪拙劣的演技 不苟言笑的他居然笑了 抖完灰尘的美猪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将毛毯扔在了床上 但他却觉得带着这么丑的毯子 恐怕都睡不着觉吧 正因为这样 才不会在乎别人的感受 使劲关门 你管我怎么关门 再说什么时候使劲了 正在狡辩的美猪忽然意识到他指的是什么 空气也在这一刻变得安静 为了打破这尴尬的场面 美猪小声嘀咕以后会小心关门 借机就想离开这里 但他却忽然看到对方的眼睛里 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于又丽以一件衣服的代价 让南昌被替自己做一件事情 清除掉儿子将试咏身边的桃花 当然为了让狗听话 身为大老女人的他也会承诺南昌辈更多的好处 而作为南昌辈的贴身手下 当然他义不容辞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正当男人故意制造了一起交通事故 以为机会来了之时 却被跟踪他几天的山正好带到 于是将他押往岛上另一边的何康在 在美猪的指挥下 跟孩子们一起布置着圣诞节 而此时的场景如果让他的手下们知道的话 一定会怀疑他们的这个大哥是不是重新投胎了 看着陪伴孩子们开心过节日的美猪 何康在逐渐怒了神 身为孤儿的他 更能设身处地地体会到孩子们的快乐 而这样的场景也是他所期盼的 对于他能够陪伴孩子们过圣诞节美猪表示感谢 而当美猪准备回去睡觉时 他却问他炒栗子好不好吃 于是两人又开始烧火烤栗子 对于美猪这个吃货 他实在不理解大晚上为啥还要吃这么多 原来是栗子没有开口 显然这个混混老大并没有干过这样的事 于是美猪让他重新给栗子开口 并说用刀是他的强项 对于美猪的挖口 他并没有反驳 美猪直言自己看到了南昌贝 是不是那个人之前伤害的他 他沉默了 因为来这里的主要目的 就是调到自己想调的人 而这个人就是南昌贝的贴身手下 然后再通过这种极端的手法 让他主动开口交代南昌贝窝藏面粉的地方 当然事已至此 又免不了一场恶战 虽然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但却挡不住别人找他的麻烦 但当三人要去挥挥这个背后黑手时 眼前的人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会长的左膀崔东奎安静地等着他们 显然几人并不相信这是他做的 原来在得知手下被抓走后 南昌贝搞到崔东奎 他怕和康在要了自己的目 而为了保住他 崔东奎让他拿出面粉 然后由自己出面保他一命 而他也是不想看到社团内部的争斗 显然在和康在看来 崔东奎绝对不会干出这样的事 而他也决定给崔东奎一个面子 于是带着南昌贝的手下前来 但对方却依然叫嚣着 对于自己干的丑事装聋作哑 如果有的话也就不会只是一拳头 所以还是希望你好好的活着 千万不能在我找到证据之前死了 看着霸气的和康在 南昌对瞬间没了脾气 对于他久久没有入职公司 将充值感到失望 如果他有一个心爱的人 对方是否愿意跟他这样一个混混生活 将充值的话让他无言以对 对于撩妹这件事 江世勇从来没有让人输过 而饭桌上的江世勇更是一个奇葩 直言为什么没有将有真怀孕的事情告诉他 但美猪也并不知道 有真曾经是江世勇的初恋 而江世勇更是在美猪面前装起了可怜 自己想要的东西一直在和康在手里 需要美猪不要跟他开始 如果这一次还被他抢走 那么就要毁了他的一切 江世勇的话 其实更像是对美猪的一种警告 满怀期待的有真 本以为他是来接自己回家过圣诞节的 却在车上发现了去往过院的船票 这不免引起了他的好奇心 而在看到他对着美猪的车子发呆时 有真也确定了自己的猜测 正在上班的美猪忽然接到电话 自己的车被人私自拖进了修理店 而且还换上了四条崭新的轮胎 美猪认为这是流氓销售行为 但工人却直言是和康在算他做的 美猪正准备破口大骂 却发现这个名字出奇的熟悉 没想到这个混混居然这么细心 美猪再一次陷入了纠葛之中 但他还是想自己付钱 而工人却说钱已经付了 并且这不是自己能决定的 如果要给那就当面去还吧 而且大哥还说也不要给他打电话 听着美猪无计可施的冲工人大吼 再看着旁边不停震动的手机 他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没人会认为这是一帮混混的大合唱 看着小弟们精心为自己准备的节目 和康在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殊不知这是他最后一次跟他们聚在一起 对于他挑选三名手下分管各项业务 几人都感到惶恐不安 这是他静下心来好好考虑过的 如果自己不去公司 那么湘泽也就不会去 湘泽女儿学校父亲职业内篮也就会空白 更不能让年纪轻轻的山重蹈他的老路 看着被他放大200寸的相片 他的内心格外的宁静 但照片上灿烂的笑容 又让他的内心充满波澜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牵引着他 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美珠上班的地方 而美珠却还在因为他私自更换轮胎 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而埋怨 但眼前的人却一言不发 这让美珠认为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但他眼睛里的那抹深情 却让美珠无法直视他 只能岔开话题 未有真回来了没有 自己也将会把换轮胎的钱还给他 但准备离去的他却被一把拉住 和康在满含深情的直言 并不是来找有真的 至少今天不是 自己混混生涯也在今天截止 虽然内心十分期盼他的靠近 但理智告诉美珠应该拒绝 因为他从之前卷款逃跑的那人 那里听说了一些事情 被他一把抱住的美珠蒙了 但这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情感 跟美珠见面就恰 动不动就伴嘴 把看到他生气 当成乐趣的人 也是他朝思暮想的人 他骗得了有真 却骗不了自己的内心 美珠让他感觉到生活充满色彩 也让他这个从小被抛弃的灵魂 不再感到孤单 而这短暂的温暖 也让美珠泪流满面 久久地愣在原地 似乎所有的情绪都找到了出口 殊不知 他也是美珠多少个日夜朝思暮想的人 然而第一天上班的他 就在电梯门口遇到了美珠 四目相对的那一刻 两人都不约而同的默不作声 而为了逃离这种氛围 一个选择不出电梯 一个选择不进电梯 对于美珠故意逃避自己 他直接来到办公室找他 并想确认昨天的事情 或许美珠也怕他说出那句话 毕竟他现在身边还有个有真 就算是当做自己好欺负吧 并不是你认为的误会 而是当时我内心真实的情感 为了让彼此以后不再尴尬 也不会再出现昨天的事情 但美珠却面不改色地 认为他是多虑了 理智告诉自己以后 也不会再见面了 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以后 也将会在这栋大楼里上班 正在回忆那晚美好的美珠 被隔壁的关门声打断 于是就想出来透透气 然而眼前出现的人 再次与他不期而遇 然而就在两人认神之际 这一幕正好被上来 透风的有真撞见 但有真却悄然离去 为了缓解这尴尬的场面 美珠为他送上祝福 恭喜他找到工作 以后再也不用挨刀 也不需要自己帮忙了 但还是希望他将这个吹风的地方 让给自己 本来以前就有真跟自己会偶尔上来 但现在如果他也来的话 自己以后就没有地方吹风了 简单的两句话 却让美珠的内心又起波澜 拿出保存了几天的例子 包开皮赛近嘴了 他想用这种方式 跟曾经做个告别 为了让他尽快熟悉工作业务 白中大报来了一堆书 并让他尽快消化掉 显然对于高中还没毕业的他 实在是有些强人所难 而之前整天打打杀杀的他 实在是禁不下心来读这些 但总归是自己选择的 还是得收拾好心情继续上路 就这样一个词一个词地 查着电脑解释 看到他居然看书 这样江世勇忍不住一顿嘲讽 但却被回对得无言以对 看书累了的他 正在公司顶楼 回忆曾经的过往 以及那份美好时 又被上来透风的美珠撞见 正准备离开的他 却被一个声音叫住了 注意到上来的美珠 他迎面走了上去 美珠尴尬地找着借口 然而在他的目光直视下 美珠的一切借口都无所遁形 见我有那么不方便吗 并没有 作为礼尚往来 只是想把这个地方让给你 但在我看来 你却是故意躲着我 为什么总是这么计较 是我自己要避开 你又能怎么样 美珠的情绪开始逐渐激动 但他却依旧是目不转睛的直视 直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可躲的 但他并不知道 美珠的心理 已经被他不知不觉地 占了一席之地 应付了楼上的尴尬 办公室又来了的送礼物的 一双很卡哇伊的手套 外加手套里面崭新的手机 但显然江世勇 并不是单纯来送礼物的 而是向他告白的 这意外的回答 让江世勇摸不着头脑 而紧接着的晚上主动约他 又让江世勇 觉得不可思议 看着美珠咕咚咕咚地喝着饮料 江世勇不禁产生了怀疑 哪有这样谈恋爱的 美珠直言自己没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一直以来都是自己的单相思 直到昨天为止 但显然在江世勇这个花丛高手眼中 美珠所有的掩饰 以及接受自己 都是在刻意地回避和康在 而当他提起和康在这个名字时 美珠用喝饮料的方式做的伪装 也正是印证了他的猜测 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设计图 就是不愿意回到那个让他不自在的地方 于是打电话给珊 让他替自己接一下友珍 但此时的友珍却忽然腹痛难耐 转瞬间就晕了过去 而手上的鲜血更是让山惊慌不已 男友正在精心地布置圣诞树 更是毫不知情地将一双婴儿鞋子作为礼物挂在树上 并满怀期待地述说着未来的孩子 旁边看着这一切的女人 也不知道是因为感动 还是失去孩子的悲伤 让她的情绪逐渐崩溃 显然和康在 以为她是因为感动才会这样 但有珍的定力似乎不足 一把推开她找了个别角的理由 然后躲进房间痛哭不已 有珍不断地说话 以此掩饰内心的不安 而她也看出了一些端倚 难道是没有睡好 有珍赶紧顺着肝往上爬 因为怀孕身体的原因 导致近期听到她的呼吸就难以入睡 而她也明白没有珍的意思 自己也正有回公司的打算 然而出门的她却碰到了 送美珠回来的何康在 真是冤家路窄 似乎感受到了她的存在 两人更是讨论他们如何谈恋爱的问题 看着有说有笑的两人 这一刻她的内心或许是痛了吧 拿着姜世勇给的邀请函 美珠终于感到有一双眼睛 在注视着她 而此时江世勇却打来了电话 纵使有千言万语 也变成了一句简单梦厚 您知道我爱你 也变成了擦肩而过熟悉的陌生人 默然回首 却已不见你的身影 转身而去 我却在转角注视你 打开你的照片 是我仅剩下拥有你的回忆 美珠来找何康在 左看右看 就是不见她 看着美珠尴尬又生气的样子 引得她在旁边偷偷的乐 原来是两人之前一起游玩的照片 而她却觉得是美珠特意送来的 美珠尴尬地拉下裙子盖住大腿 看着相册里的照片 责怪美珠为什么把她的眼睛拍得那么小 于是两人再次开启了互掐模式 但美珠可不管这些 自己费劲巴拉地从电脑里导出 然后再拿去洗出来 怎么也要给一些辛苦费吧 但她却抓住了美珠懂电脑的重点 原来是小代理安排给她一些工作 弄出开会用的演示稿 以及统计表格 然而高中没毕业的她 哪会这些 于是抓住了爱管闲事的美珠 但她这个电脑忙 也让美珠这个射牛第一次遇到了瓶颈 让她拖动电脑中的表格 她却将电脑直接拉了过来 焦急的美珠只能抓着她的手操作 感觉到她注视自己 美珠只能尴尬地松开了手 看着她人畜无害的表情 美珠就想明天再找时间给她辅导 但显然她明天是没有时间的 要去参加公司样板房的开幕式 并问美珠是否会以 公司代表江世勇恋人的身份出席 犹豫过后的美珠表示会去 毕竟那是江世勇的第一个作品 开幕式上两人有意或者无意地 穿着情侣装前来 她则是作为职员 成了欢迎客人的门童 更是有一帮老娘们围着她抢宣传侧 甚至成了看护客户孩子的护工 直到美珠带着吃的帮她解了围 但两人哄小孩的一幕 却正好被视察出来的江世勇看到 再看看庆祝晚宴 别人都是等着伺候的代表 她却成了到处送水的服务员 更有甚者让她为自己争一杯 气愤的她直接掉转瓶口 不出所料 汹涌而出的液体 全部喷在了男人的衣服上 看到做事 一塌糊涂的何康在 将充值眼睛里全是失望 而她却不知道 自己的办公室此时 正被人翻箱倒柜 出来的村医术自信地走着猫腹 却被加完班的何康在 吓了一跳 人是悄悄地将东西藏在身后 然后以一个上位者的姿态 开始教育她 在公司居然不说禁语 更是有意无意地透露 自打回国以后 江世勇就跟自己住在一起 离开了社团 几人难得地聚在一起 女人衣衫破烂地走在大街上 旁边都是路人嘲笑的眼神 忽然一个男人快步上前 不如分说地将女人一把拉住 全然不顾她的挣扎 直接将她拉进了一家服装店 大声要求店员 给她找一件能穿的衣服 和康在生气潇洒地离去 美猪却露出了笑容 原来美猪妹妹打来电话 只因没有按时交房租 房东不仅不退押金 还将她赶了出来 气不过的美猪带着闺蜜前来理论 没想到对方是欺缆怕硬的小混混 眼见形势不对 闺蜜赶紧给泰山打去变化 但此时混混却没有打算放过他们 不仅将美猪扔进了垃圾堆 还撕烂了她的衣服 更是直接将她滴流起来 即使出现的和康在 给美猪带来了安全感 但显然这个小混混并不认识和康在 就想上前给她点颜色瞧瞧 却没想到直接被眼前的人秒杀 看到老大出手 旁边的湘泽与泰山也加入了战局 减三下五除二的就让小混混跪倒在地 美猪本想请她吃饭以表谢意 但她却不知此时的和康在 正憋着一肚子的火 是少了一根筋吗 怎么这样没有脑子 一个女生来这里干嘛 居然还带着孕妇 被小混混打伤了怎么办 你的对象难道只是谈恋爱用的吗 还是不想让她看到你狼狈的样子 美猪被她训得说不出话 而她更是不管不顾的大步离去 然而还没过五分钟 她又快步上前一把将美猪抓住 给她买了一件衣服 而就是这样一个一边说着狠毒的话 另一边又做着温暖的事的男人 让美猪感觉到了足够的安全 回想起曾经的点点滴滴 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份感情 另一边的美猪也将她买的衣服试了又试 从银行出来的美猪 又与前来买肉夹馍的和康在不期而遇 总归是昨天训斥了美猪 她有些不好意思 看到她一副扭捏的样子 美猪跟她开起了玩笑 并趁机请她吃饭对昨天的事情以表谢意 但却在吃饭时 看出她被同事孤立了 只因不会做报表以及写起话书 明明之前教过你 为什么还不会 还不是因为他们让我一次又一次的做 最后实在不想做 就将电脑砸了 看着一脸委屈的她 美猪直接带着她买了一大洛书 然后潇洒的走在前面 她搁在后面 哼哧哼哧的提着两大袋 而看着她万如蜗牛的步伐 美猪更是开始挖苦 有力气打架 难道没有力气提书 虽然嘲笑她 但还是上前帮她提了一袋子 但还没走几步就愣在原地 面前不远处是一辆踩血车 而不断问她怎么了的何康在 也让美猪的情绪开始崩溃 原来参与别人的生死 一直是美猪的心理创伤 所以她选择了一生中的整形 为什么要救活像我这样的垃圾 让你未还的债加重 但为了让你救的值得 一直在努力不变成垃圾一样的人 从泰山那里得知有真流产 何康在前来找她 看着有真精心准备的一切 她并没有说出真相 只是问她想不想吃上次的大蟹 看着何康在满怀期待 有真假装开心的同意了 出门的两人正好碰到送美猪 回来的江世勇 于是有真邀请美猪一起吃饭 显然她这样做别有用心 似乎是想要恶心一下和康在 而在开车门的时候 更是看出两人的处事方式 一个蓄于尾仪 一个直来直去 显然在对待女生这一块 她并不是花丛高手 将是勇的对手 红灯下的等待 四人怀揣着各自的心事 明知你在身边 却少了一个跟你说话的借口 而在饭桌之上 唯独将是勇跟有真 这两个当初的初恋都感到尴尬 其他的两人却各怀心事 为了宣誓主权 江世勇更是透露自己 去孤儿院见了美猪的养父 原来是因为孤儿院 孩子生病 美猪回去照看 江世勇也趁机见了美猪的养父 此时却也成了她饭桌之上 向何康在炫耀的资本 这让美猪一度感到尴尬 只能用桌子上的食物 以及饮料麻痹自己 更是放飞自我的唱起了歌 真是应了那句话 只要自己不尴尬 尴尬的那永远就是别人 纵使有千言万语 也跟饮料一起进了肚子 看着他继续卖醉 和康在一把夺过瓶子起身离去 紧接着尤真跟江世勇也相继起身 饭桌上只剩下自己尴尬的美猪 拖着飘逸的步伐走下台阶 忽然一位双枪就要倒地 显然在伸手反应方面 江世勇并不是他的对手 感觉到旁边两人灼烈的目光 赶紧将美猪轻轻推开 而问题也随之而来 简该如何回去 江世勇跟美猪都喝了 并不是一开车 但美猪却想叫江世勇 再去喝一杯 这样他觉得不可思议 作为邻居 有真想邀请美猪一起回去 透过后视镜 看着美猪的身影 他少了让他上车的借口 但显然有真 早已看透他的心思 宁可让美猪 坐在他的车后坐 也不愿意住进他的心里 而他今天这波 邀请美猪吃饭的操作 就是对两人的抱负 更是无所顾忌地谈起他们的孩子 显然他并不知道 何康在已经知道自己的孩子没了 这就好比一个人满怀期望地迎接某种东西时 后来却发现是一场空 别人却依然骗自己说那个东西会来 而此时有真扮演的 就是那个说谎的人 听着他满嘴的谎话 何康在再也无法忍受 但他立马下车 甚至连让他关车门的机会都没给 或许是为了不让这些感情牵绊 美猪换了各地方继续喝 但显然这在花丛高手将是永延里 他不仅利用了自己 还利用了自己的感情 自己一直玩阴 现在却被阴着了眼 越想越气的他 起身静止离去 留下独自自嘲的美猪 丢下有真离去的何康在 在去了一趟珠宝点后 来到有真的住处 又与刚回来准备开门的美猪不期而遇 两人相视无言 干着各自的事情 然而不管他怎么输入 都传来密码不正确的声音 内心惶恐的他只能焦急地砸门 但里面的有真 却始终按不下去开门键 听到何康在向有真表白 美猪的心就像手里的栗子一样 散落了一地 即使他再怎么想努力捡起来 手却不听他的使欢 好不容易架门打开 虽然骗得了别人 但美猪却骗不了自己的心 他的情绪仿佛也找到了出口 眼泪止不住地很眼眶汹涌而出 这边美猪哭得撕心裂肺 另一边的何康在 却用尽浑身解数挽留着有真 于是他还不等有真说话 直接将戒指戴在了他的手上 看到停在车库的车 气愤的美猪 于是就想整蛊一下他 从而给他车上贴了这张混混标签 看着一会哭又一会笑的美猪 闺蜜只觉得他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 可眼前堵住去路的车辆又让他气愤不已 于是让闺蜜去启动车子 自己则开始动手推车 而此时旁边却出现了一只戴着戒指的手 上面耀眼的钻石 更是让美猪停止了呼吸 原来是要出门上班的美猪 也不知道他是为了炫耀 还是让美猪死心 用跟美猪一起推车的方式 向他无声地宣示着自己的地位 对此美猪向他表示祝福 有真却觉得他并不是真心的 但他还是愿意假装相信 他就骗了别人 现在连自己都骗得有真 美猪此时也终于知道 他就是个彻头彻尾可怜的感情骗子 从姜冲之办公室 偷到照片的村秘书 经过对相片之人的调查 女人已经死了30年 但却有一个孩子辗转在各个顾委院 并在十几岁的时候逃了出去 而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叫何康在 这个消息无疑是个爆炸新闻 原来之前在姜冲之办公室偷相片 是他跟于佑丽合作的投名状 而他只是为了跟姜氏涌在一起 但他现在并不想告诉于佑丽刚才知道的今天消息 而是向他揭发 自己之前碰到了一起度假旅游的美猪与何康在 显然他这是一声暗鸟 想让于佑丽跟美猪他们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自己这个渔翁就在后面得力了 对于之前的事情 何康在需要美猪能让他作以解释 而他却送了一双手套表示歉意 但却遭到美猪的拒绝 因为他已经有了 但他还是渴求美猪自己能够牵一下他的手 明知是个无理的要求 但美猪却始终骗不了自己 牵着这个爱而不得的人的手 何康在向他表示抱歉 还请不要说对不起 说了就好像要跟我告别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也会以后好好地戴手套 把手从他温暖的掌心里抽出来 笑着跟他说再见 那是美猪在他面前伪装的最后一丝坚强 他是美猪曾经不顾一切想救的人 也是现在不得不放弃的纠缠 或许美猪的暗恋本就是一场预知结局的失恋 而对他来说 美猪却是他隐藏起来的遗憾 然而还没收拾好心情的他 泰山却告诉找到了南昌贝窝藏面粉的窝点 然而南昌贝依然趾高气昂 嘲笑他真是翅膀硬了 即使被踩在脚下 也丝毫会影响他继续说大话 直到将证据摔在他的面前 南昌贝也终于觉得今天的事情不能善了 就在众人将目光都放在他身上时 小弟却带了一大帮人冲出来 南昌贝也趁机逃脱 两方也在这一刻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但显然南昌贝平时散漫习惯的手下 并不是和康在他们的对手 无处可去的南昌贝也被湘泽逼到墙角 但他却还想用不可估计的钱贿赂和康在 但显然他并不知道 在和康在混混的价值观里 面粉是他不可触碰的底线 有人一旦触碰 那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然而和康在只是销毁了货物 并没有处置南昌贝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就是他今天对南昌贝的人词 导致在将来的某一天 给他带来了无法治愈的痛苦 不愧是社团大佬的女人 这边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 但儿子跟崔秘书交往 那边为了给自己撑脸面 又给美珠雇来一个专职司机 并美其名说是未来婆婆送给准儿媳的礼物 好像自己确实有点对不起江世勇 虽然他是个花丛高手 但总归是对自己还不错 而美珠也从江世勇的口中得知 于又丽并不是真情流露给他雇司机 而是为了监视他的日常活动 显然在江世勇看来 美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多此一举 而他更是向江世勇袒露心声 自己居然那么喜欢和康在 但对于江世勇来说 这是无法原谅的 因为只有他抛弃别人 从来没有女人甩他 自己喜欢的女人 现在居然谈论别的男人 不是自己疯了 就是他疯了 而此时 崔秘书却前来 想要跟两人谈一下和康在 但江世勇却并不愿意让美珠听到 他跟和康在两人之间的一些事情 江世勇丝毫不感到惊讶 原来早已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这无疑是让看笑话的崔秘书吃了憋 江世勇也显然已经猜到 这又是自己母亲的手笔 而是向崔秘书下了风口令 因为毕竟还有一个美珠 参与在他跟和康在之间 在江充职的眼中 儿子江世勇并不知道和康在 是他同父一女的兄弟 但这一刻 他却不想忍受了 江世勇的披头盖脸 让江充职这个社团大网无言以对 看着美珠亲手整理的相片 而且每一张都配了一句温暖贴心的话 这一刻的他再也无法淡定地坐在这里 因为不注意营养 导致女人意外流产 而他直到今天才告诉男友 因为怕他痛苦伤心 男友之前从别人那里得知 也没有在他面前提起 现在他却觉得是男友的错 为什么知道了还不跟他说 然而男友却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 如果不知道 那就问问住在你心里的人 显然有争执的是美珠 回家的美珠看到了在车里发呆的江世勇 于是就想上前打个招呼 但江世勇却没有搭理他的心情 一滴眼泪顺着眼角滑过 然后扬长而去 正在愣神的美珠 正好碰到迎面走来的有真 而跟他一起生活了八年的我 也不是人 如果不想让自己受伤 那么就离他远一点 美珠只感觉一阵莫名其妙 为什么每个人都对自己一指气势 江世勇告诉何康在 想要追美珠就快点下手 自己已经放弃了他 坐在车里想起有真的话 正准备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他 却看到美珠跟于右立派来的司机起了争执 而对于司机来说 相对于右立 他还是更怕眼前这个带头大哥 被解围的美珠就想快点离去 然而背后却传来 要不要送他回去的声音 还请你不要掺和我的事情 只要有你的参与 事情就会变得一团糟 于是潇洒地转身离去 然而在路上等红绿灯的他 车子就熄火打不着了 更是直接将路都堵上了 而何康在 此时正好跟在他的车后 眼见半天没反应 于是下车查看 但后面却一直嘟嘟地想得不停 看到他因为自己的事情着急发火 美珠的内心勿起波澜 将车子拖进了何康在大哥的修理厂 即使修理也最多用半年 更有可能在半路上坏掉 何康在直言就让车子能动就行 而大哥却说顺便把他的车胎也换了 为什么擅作主张换别人的轮胎 何康在对此表示不满 而这却引来美珠的嘲讽 谁让他当初做主换了自己的轮胎 看着护掐的两人 大哥就邀请两人喝咖啡 而美珠却闲得没事挽起了模型车 在等休车的空档 大哥聊起了下周的赛事 他是否参加 这可让美珠来了兴趣 平时开车磨磨叽叽的他 居然还是一个赛车手 大哥也顺势邀请美珠当赛车女孩 虽然我身材可以 但是冬天实在太冷 美珠委婉地拒绝 这却受到旁边和康在他的嘲笑 正在两人拌嘴之际 和康在的电话响了 原来是南昌被打来的 他去了美珠老家孤儿院的地方 由于孩子在旁边 何康在并没有大打出手 但南昌被也没有伤害孩子 或许这更像是他对何康在的一种警告 而现在目的达到了 也就没有留下的必要了 孩子们邀请他一起表演节目 或许当个观众也是不错的选择 真是难得 这个社团大佬终于再次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不管两人怎么办嘴 只要跟彼此待在一起 那就是开心的 而就在孩子们尽情地跳舞时 刚才搭好的舞台却塌了 和康在 直言那应该是以牧师做的 这可把美珠气坏了 自己的老爸虽然是牧师 但可是木匠出身 再说自己在教堂里怎么可能说谎 美珠懵了 没想到他此时会这样问自己 于是慌乱地赶紧带着孩子们走了 但即便是放不下 美珠也希望他们像陌生人一样 可以在一起欢乐地过圣诞节 而现在也给你之前问题的答案 谢谢你先问了我 我喜欢你 纵然相思装满房间 和康在只想拥有此刻的美好 明知美珠是他爱而不得的人 也是他多少次停停回眸的身影 如果此时再将他推开 或许他的余生会在遗憾中度过 这段不好看 咱们直接跳过 繁华落尽 却还是孤身一人 早知是这样一场 取终人散的结局 当初是否还会选择相遇 跟他携手走的这一场 成为了美珠与他的一场旧梦 但他们会真的放下彼此吧 有珍从新招的员工那里得知 何康在跟美珠一起去了孤儿院 而这个新员工 就是当初美珠要替妹妹手撕的渣男 也就是被何康在当初教训了一顿 让他负起责任的美珠妹夫 听到刚回来的妹妹 无意间谈起在海边来回夺步的人 美珠就想知道那人走了没 但妹妹却直言不管是船来了 还是船走了 那人始终看着大海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要跳海 听到妹妹如此说 美珠再也无法淡定 用尽全身的力气向码头跑去 而码头却空无一人 眼前只有一望无际的大海 在江世勇这个花丛高手面前 美珠所有的掩饰都无所遁形 一眼就看出他圣诞节是跟谁一起过的 但即便这样 江世勇还是想让美珠知道 和康在是不可能放弃有真的 而自己的眼里也只有淫美珠 似乎所有的喜欢都是没有理由的 看着因为别的男人哭泣的美珠 江世勇的心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大 儿子江世勇知道了自己的秘密 江充之只能提前布局 找来律师立下了遗嘱 就想为和康在留下一些东西 作为他修车费用的优惠 大哥希望美珠能在下周抽个时间 以此让和康在能来参加自己组织的赛事 因为那是他曾经最喜欢的事情 由于过后的美珠表示自己愿意来 毕竟作为鱼儿来说 他是合适的 而另一边大哥却早已叫来了和康在 看着美珠踩着高跟鞋 滑稽地推着轮胎 和康在瞪大了眼睛 看到驰骋赛场的和康在 美珠发现这个男人原来这么受欢迎 完全颠覆了自己的认知 而第一次来这里的他 就以想上去感受一下 并对车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 但他却不知道 和康在给他贴心系上安全带的操作 却是为了整骨一下他 美珠直觉得这人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 怎么处处针对自己 但他却怎么也解不开这个安全带 直到修车大哥前来帮他解开 大哥直言 除了赛车手跟助理 没有人坐过他的车 美珠更是唯一的一个女生 更是趁机给他安排了一个赛车骑手的位置 伴随着美珠骑子的挥动 跑道上轰鸣的赛车速度也急速上升 看着跑道上急驰的赛车 那句加油美珠始终喊不出口 修车大哥问他 为什么今天这么玩命 只因来了想见的人 听着耳机里传来的对话 似乎所有的一切都不言而喻 美珠就是他朝思暮想 想见的人 自己原来那么被他在乎 美珠也放下了 那仅剩了一点矜持 美珠尽情的呐喊声 仿佛就是他汽车的助推计 更是让他赢得比赛的动力 看着围着他一圈的女生 美珠想用食物掩饰自己的在意 更有甚者直接跟他要起个电话号码 但他却回头问美珠是否要给 这让吃着正嗨的美珠瞬间呆住 显然这在外人看来 和康在是变相地承认了两人的关系 那自然也就免不了一番更加热情的欢迎仪式 画上精致的妆容 取下无名纸上的戒指 小心翼翼地装进盒子里 然后轻轻地放在桌子上 又真静静地准备着离开前的一切 但当他刚准备离去之时 脚下却感觉踩到了一个东西 本以为是个普通的遥控器 而当他转身准备关闭时 眼前200寸的大照片 就像是在嘲笑他的悲哀一样 就在有真被这一切惊呆之时 前来找和康在 取那天赛车帽子的美珠 两人出现了门口 空气也在这一刻变得安静 看到回来的两人 有真双眼充斥着怒火 没看到你们牵着手回来 真是感到庆幸 美珠就想离开这个尴尬的地方 然而有真怎么可能让他轻易离开 是想要逃跑吗 有脸来 难道没有脸继续待着 看着有真多多逼人 和康在就让美珠先行离开 但就在有真看来 他这是在自己面前维护别的女人 现在看来我才是那个多余的人 一边向我说着抱歉 一边房间里挂着别的女人200寸的相片 另一边又在跟我求婚 看着眼前的人这样对自己 本打算离开的 有真忽然改变了想法 直言要跟他立马结婚 哪怕得不到他的心 但有真却不知道 就是他这种加锁式的爱 一步步的将和康在 从自己的身边永远的推开 重新戴上放下的戒指 他想彻底的将和康在 拴在自己的身边 哪怕是一个空壳也行 这就是有真加锁式的爱的回应 他的爱让和康在感到窒息 跟他在一起的八年时间 更多的像是一种怜悯 因为当初的他也是一个孤儿 但美珠对于他来说 更像是自己的灵魂伴侣 即使两人无时无刻的在拌嘴 那也是开心的 跪在曾经的恋人面前 他祈求有真能够放了自己 但显然现在的有真已经疯了 自己得不到 那美珠也休想得到 更是将和康在 跪在自己面前的原因 强加在美珠的身上 然而直到此刻他都觉得 和康在会对他回心转意 而他现在对美珠的歇斯底里 也意味着他已经输了 看到于右利派来的司机 这一刻的美珠也改变了想法 如果于右利想知道什么 那就让他知道吧 于是让司机静止开网 和康在所住的酒店 将充值利用吃饭的机会 试探他是否有找过父母 但却得到否定的回答 或许是他们有什么隐情 儿子就在眼前却不能相认 或许将充值的心在此刻会痛吧 借着送帽子的机会 本想跟美珠聊两句 却变成了十分尴尬的局面 还希望以后不要那么做 再也不要下跪 更不要瞒着我去做 美珠也终于可以正视自己的内心 来保养车子的美珠 学车大哥却拿出一顶帽子给他 并说这就是那天赛车时 他戴的那顶拿着手中的帽子 美珠忽然明白了一切 看到这个自己曾经的初恋 这副模样 江世勇就想教训一下和康在 就是因为他 美珠才会被打被骂 想把你打个半死 但就是怕两个女人都离我远去 不得不说 江世勇这个花丛高手 想得倒是挺远 接着将美珠约出来 告诉他有真的孩子已经没了 这让美珠感到十分惊讶 看到美珠的表情 江世勇更是准备继续加把火 有真失去孩子 就是因为他的出现 和康在才会不照顾有真 所以希望美珠能够放弃这段感情 崔东奎找到和康在 想要告诉他一些事情 虽然现在知道江充值是自己的父亲 但他并没有相认 而是向他提出了辞职 这却引得江充值强烈的不满 对着他就是一顿训斥 并让他滚出房间 再也不想看到 或许在江充值的眼中 给他稳定的工作就是对他的关爱 但江充值却似乎忘了 就是他当年的抛弃 才导致他变成了今天的小混混 没有心情工作的他来到孤儿院 想在这里放空一下自己 看着满面伤感的何康在 巫师只能打电话给美珠 但两人去见面就恰 美珠直言最见的是豆腐渣工程吧 不要到时候伤到孩子 他却不服输地直接掏出设计图纸 要是害怕那你就别做秋千 肯定不会做的 那你也别想吃我做的甜点 话说如此 美珠还是为干活的人准备了茶点 并说这种茶 对腰腿不好的人特别有好处 显然他这句话是为了嘲讽和康在 香泽的玩笑 敏得众人开怀大笑 带头大哥却蛮不在乎 看着美珠居然可以 毫无违和感地跟兄弟们玩在一起 和康在久违的喜悦洋溢在脸上 害怕他晚上冷 美珠送来了补充能量的食物 或许在这一刻 两人都可以正视彼此 谈论起曾经的过往 美珠渐渐地只剩下了回忆 你是我最美好的邂逅 也是我不得不放下的执着 我们是有缘无分的人 有真让我不要动摇你 但不管是谁先开始的 我们都到此为止 纵使有千言万语 也变成了默不作声 以后这里再也不要来 也不会为你提供住宿的房间 看着美珠就要跟自己划清界限 和康在所有的情绪都涌上心头 现在有了想跟你在一起的勇气 却没了跟你在一起的借口 反而成为你生活的羁绊 明知道继续纠缠下去心会痛 但美珠还是躲在角落里 偷偷地来看他 为了防止和康在抢走公司 所以秘书向于右利 说出了照片背后的真相 这让于右利大吃一惊 满是心机的他 居然没有发现 将充值这个秘密 人是将此事告诉南昌贝 希望他能给自己出个主意 腹黑的南昌贝一下 就想到了美珠 不如和康在 美珠就是他的软肋 而现在美珠去外地出差 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到时候再拿捏他 还不是手到擒来 而于右利也巴不得他这样干 但显然南昌贝 不会做没有回报的生意 于右利必须答应 但将世勇的公司 给自己分一杯羹 而心狠手拉的于右利 自然是满怀欢喜 但两人却没料到 他们的谈话 被服务员听到了 于是和康在找到美珠 希望跟他共处一室 但这在美珠看来 他这是又犯了什么大病 美珠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 为什么非要跟自己一个房间 而且居然连参加研讨会 他都屁颠屁颠地坐在后排 但同时美珠也发现了上次那个渣男 虽然台上讲的东西完全听不懂 但他丝毫没有感觉到无聊 甚至还有模有样的 学着美珠赚起了笔 到了中途休息时间 渣男趁机过来调侃美珠 就邀约他吃饭 眼看渣男不走 于是美珠大声呼喊和康在 看到他向这边走来 渣男的脸色变了 而美珠更是向他介绍起了和康在 看着奇怪的美珠 再看看变了脸色的渣男 和康在也明白了美珠在演戏 于是乖巧地配合着他 直接把渣男吓得一路烟跑了 虽然美珠给自己安了一个不好的罪名 但他却心里美滋滋地走了 下课回到房间的美珠 发现自己行李不见 通过询问得知有人换了房间 原来提前回来的和康在 被两人换了一个大房间 对此美珠甚是无语 不知道这个小混混到底要干嘛 但他却提醒上课时间到了 于是美珠让他在这里等自己 回来接着聊 但他却不知道和康在来这里 只是想要保护他 因为于右利跟南昌被策划了一场阴谋 虽然嘴上说让他不要跟着自己 但美珠的心里却空落落的 看到瞭望大海的他 美珠以为他真的是来看海的 而为了不让美珠再去其他房间 他直接将他的包机放在了前台 美珠逐渐觉察到他的不对劲 但和康在却想请他去参加别人的婚礼 直言在人群中更安全 美珠准确地抓住了他话里的关键词 于是美珠听话乖乖地待在这里 南昌被从小弟那里得知美珠的房间号 于是带着人匆匆赶来 但里面等待他们的却是湘泽 眼看计划败露 南昌被就想立马撤走 但此时门口却被一群人堵住 话不多说 和康在自然知道南昌被来这里干什么 毫无花哨地将他放翻在床上 并奉劝他不要出现在美珠的身边 不然会让他彻底的消失 今天就当是对他的一种警告 眼见别人的婚礼快要结束 和康在还是不出现 美珠有些心神不明 旁边的客人提醒他该到鼓掌了 和康在悄然而置坐在他的旁边 看着他安然无恙 美珠终于松了一口气 原来自己居然那么在乎他 殊不知一次次的经历之中 他已经深深地住进了美珠的心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上 美珠想起了上次两年的经历 但是还是想知道自己是否脱离的危险 无论我在哪 你都会来找我不是吗 一次次不顾一切地护他周全 面前的人让美珠感到心安 即使他曾经是一个小混混 也给了自己不一样的温暖 美珠不遗余力地满怀期待 让他这个孤独的灵魂终于明白 原来自己也可以敞开心扉地去爱一个人 美珠想知道上次跟他兄弟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为什么没有唱歌 因为没有开心到想唱歌的时刻 那此时此刻呢 看着美珠满怀期待 虽然两人互名心意 但现在共处一室 难免还是有一些尴尬 不知所措的美珠在房间里来回夺步 沿着床边坐下 就这样两人坐在壁上熬过一夜 来找事的南昌贝被和康在装进麻袋丢在他的会所外面 又被小弟发现 南昌贝只感觉老脸丢到家了 江世勇来找金律师 想从他口中套一些话 毕竟他近期跟自己老爸将冲直走得很近 但碍于职责 金律师并没有多说什么 出门的江世勇碰到让他相亲的余佑丽 但他却闭口不提美珠的事情 江世勇立马想到他是不是对美珠做了什么 毕竟自己的母亲是什么德性 他还是比较清楚的 于是给何康在打去电话确认 却得知两人都在外地 在珍美珠的这场博弈中 江世勇这个花丛高手彻底输了 牵住彼此的手 这是属于两人的美好时刻 回到住处的何康在 将有真的所有东西都收集起来 就想给他送去 不成想有真正好处现在门口 更是表现出一种秘密的口吻 将所有的东西放回原位 不管是明天还是后天 都会来这里检查 但显然他似乎忘记了 何康在已经跟他提出了分手 而也是从美珠那里 何康在才逐渐懂得如何去爱一个人 虽然他们有在别人眼中八年的恋爱 但似乎更像是一个空壳子 而他却并不想离开何康在 于是找到湘泽 希望他能够帮助自己 但有真却不知道 何康在只有跟美珠在一起 脸上的笑容才会更多 也是美珠的出现 但何康在改变了很多 这也是湘泽没有在有真这里所看到的 所以委婉地拒绝了他的请求 美珠将江氏永约出来 想跟他彻底整理好关系 不希望他母亲再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现在的自己也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虽然当时收到礼物很开心 但现在一定归还了回去 这样做只是不想让他们两人感到尴尬 何康在跟美珠打去电话 却不知他已经将手机还给了江氏永 吓得他还以为美珠出了什么事情 赶紧着急忙慌地来医院找他 在得知美珠将手机还给江氏永后 于是重新给他买了一个新的 当他正在为此开心时 门外却传来了敲门声 南昌贝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门口 并直言给他带来了新年礼物 而他更是知道南昌贝想说什么 不就是关于自己的身世 以及江氏永是谁的儿子 但让南昌贝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还知道自己跟于右利的关系 但南昌贝却并不在乎 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拉拢和康在 然后将江氏永跟于右利埋葬 但显然南昌贝想错了 和康在并不在乎这些 而是警告他 让他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带着这些秘密消失在自己眼前 总归是被于右利耍了 和康在还是咽得下这口气 直接来到南昌贝的棋牌是找到于右利 而此时的于右利依然只高气昂 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一直以来在他面前大气都不敢出的人 今天居然呵斥自己 更是穿上几十年没穿过的围裙 做了一桌子的饭 直接把姜冲汁整蒙了 释出反常地有妖 姜冲汁自然是感觉到了 而于右利自然也知道对付不了何康在 于是向姜冲汁套话 如果还有自己不知道的孩子都可以带回家抚养 作为大佬的姜冲汁 自然也听出了她话里的意思 拿出一个崭新的手机 这是她用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 买点美猪的礼物 也警告她以后再也不要收别人的礼物 不然自己会跟那人拼命 看着她严肃认真的样子 美猪调皮地跟她伴着嘴 但她也并没有只想着美猪 就要给她的老爸牧师买礼物 但美猪却带她来到花衬衫的摆放区 对于这种五颜六色的样式 她那是满脸的嫌弃 但美猪却很高兴 因为牧师老爸是故意穿这样的衣服 只是为了让别人觉得好笑 来到母亲意外去世的地方 她想感受一下母亲的气息 一直渴望见到自己的父母 现在知道了姜冲汁是自己的父亲 她却感到害怕 到底是应该怨恨还是感谢 还是对自己成为小混混 向他们说声抱歉 和康在向美猪寻求自己内心的答案 相比较有真 美猪更像是她的良师义友 在悟入歧途之后 使她能够迷途之返 上班再次遇到的两人 只变成了一句简单的早上好 姜世勇叫来和康在 希望她能够继续待在公司上班 就算是为了姜冲汁的期待 但对于和康在 在南昌被卖里得知了姜世勇的身份 原来余佑丽是在怀孕之后 嫁给了姜冲汁 显然对于一起纠缠了几十年的兄弟 她不知道现在该如何面对 唯一想知道的就是 自己即使没有父母兄弟 即使像流浪狗一样 当初住在仓库里 姜世勇为什么还那么讨厌自己 或许对于现在的姜世勇来说 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接受了和康在 从店员那里得知 有真没有去上班 原来是生病在家 默默地给她降温 再炖一锅热粥 这或许是和康在 现在可以为她做的 而有真也终于知道 那个心里的人已经渐行渐远 牧师来找女儿 而美珠为了向老爸 正式介绍和康在 也将她带了过来 但显然牧师的脸色不善 原来是牧师听到了 小女儿跟女婿的八卦电话里面的内容 正是和康在去看了生病的有真 而那个女婿正是有真心招的人工 也就是当初甩了怀孕的妻子 被和康在揍了一顿的渣男 对于之前的帮助非常感谢 但是并不愿意你作为我女儿的对象 虽然是个二楼子牧师 但也能看出你当过几年的混混 没处理完的爱恨情仇又有多少 试问哪个父母会把自己的女儿 许配给这样的男人 和康在自然明白牧师的意思 但她还是想努力 可牧师却并不想给她这个机会 直言就算努力 为什么非要跟美珠一起 自己一味的索取 让美珠受了很多的苦 担心她会因为父亲的态度而伤心 美珠就想上前安慰 但却没想到她可以坦然面对 直言如果轻易的答应 那就奇怪了 来到吃饭的地方 为了吃姜世勇当初的醋 她更是要了两份炸酱面 因为上次就是姜世勇 要带着美珠去吃炸酱面 看着她皱着眉头发狠的表情 美珠就想调侃一下她 声称自己上班的医院 可是有很多向自己献殷勤的 听到美珠这么说 她就要打电话给泰山 让她去调查一下 到底有哪些小子 直下的美珠一把抢过手机 不成想却被她戏耍了 手机并没有打通 毕竟美珠隔壁住的是有真 为了防止再次遇见的尴尬 人是跟美珠一起重新来找房子 邻居是难的不行 离警察局很远的不行 看着灵乱不堪的房子 美珠觉得这间肯定又不行 美珠只感觉这人 是不是得了大病 两人还没怎么样 居然现在都把自己看得这么紧 为了让美珠不让有压力 和康在之身一人来见牧师 希望能够同意美珠跟她交往 而牧师也告诉了她 是因为什么才会阻拦他们 原来牧师听了小女儿 跟女婿的电话 就觉得她没有处理干净 跟有真的关系 金律师找到江世勇 希望自己手中的材料能卖个好价钱 而里面的内容更是让江世勇大吃一惊 自己原来并不是江充值的儿子 而这一切江充值却早已知道 人是将亲生儿子和康在 变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 或许对于江世勇来说 这更像是一个笑话 自己居然还一直排挤和康在 认为他是捡来的 江世勇来找于右利确认 但显然于右利 惊慌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但他还是墙中镇定 认为这些文件的内容是假的 直到江世勇说要拿文件去问江充值 于右利才感觉到害怕 但他还是村多儿子 千万不能让和康在拿到遗产 看着眼前还在乎财产的女亲 江世勇满眼充斥着失望 和康在带着美珠找到江充值 不管怎么样 江充值都有权利知道 跟自己儿子交往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冷静过后的江世勇 想要将一切都物归原主 于右利却觉得他疯了 但他还是没能将他拦下 南昌贝问于右利 是否有爱过自己 但此时的于右利 哪有心情跟他闲情益智 而南昌贝却话里有话 因为他即将做的大事 取决于右利到底有多爱自己 他能分到多少钱 但显然在于右利的眼中 南昌贝只不过是为自己办事的一条狗而已 而两人下一步的目标 也将是遗嘱文件 因为江志勇已经拿着文件去找何康在 对自己以前的行为向他表示抱歉 只希望他能够原谅自己的母亲于右利 打开遗嘱文件 即使已经知道江世勇不是江充值的儿子 但在看到真正的文件时 他的内心还是五味杂陈 下班准备回家的美猪 被人一把拉进怀里 直接把他吓了一跳 紧紧地将美猪抱住 或许他想要得到内心的安慰 而美猪也明显地感觉到了他的不对劲 或许两人哪怕这样静静地待在一起 他也不会再感到孤独 醒来的美猪劈着被子跑出来 以为他要离开 不曾想他是去买了早餐回来 哪怕上班将要迟到 美猪的内心也是开心的 因为以后的每一天 他再也不是独自一人 看着周末还在工作的美猪 他若无其事地坐在院长旁边 院长也聪明地给美猪放了假 于是问美猪想去什么地方 而确实有个地方是美猪一直想去的 看着荡来荡去的娱乐项目 他害怕地向旁边走去 但却被美猪一把拉了回来 正如他所想的那样 美猪是要跟他一起体验这些 不论是海盗船还是过山车 一直是美猪期待许久的 看着美猪的小小的愿望 他就将其改成越大越好 然而这边游玩的两人却不知道 另一边南昌贝气势汹汹地来到他所住的酒店 翻箱倒柜地寻找遗嘱文件 而与此同时 江充值也来找何康在 想要跟他坦白一切 但他并没有让崔东奎跟自己上楼 另一边有珍也来到前台处还房卡 以及让服务员帮自己转交一个东西 在何康在帝的卧室 小弟终于找到了遗嘱文件 但与此同时 江充值也推门而入 看着凌乱不堪的房间 以及南昌贝手上拿的东西 江充值就想知道他在这里干什么 但显然这个曾经的小弟 如今并不把他放在眼里 直接当着他的面撕了遗嘱文件 直言撕了这个就会去找他 但没想到他自己却送上门来 叱咤社团多年的江充值 自然没把南昌贝放在眼里 但他却没料到对方会下黑手 俗话说明枪一朵 案件难防 江充值千算万算没算到 南昌贝会对自己动刀子 对于躺在地上的江充值 南昌贝没有丝毫的怜悯 只因他把全部的钱都给了何康在 南昌贝怎么可能让他得尝所愿 正准备离去的南昌贝去通鉴 将充值的手机再响 带着一丝好奇他接通电话 南昌贝终于知道 自己对于幼丽的爱 在他的眼中原来什么都不是 于是愤怒的将手机摔在地上 而此时正好上楼转交东西的服务员 也看到了他们所做的一幕 吓得转身就跑 事情已经带露 南昌贝只能先行离开房间 然而当他走到地下车祸时 眼角的余光却看到准备离去的友真 而友真也看到了他手上的血迹 就在南昌贝慢慢向友真靠近时 小弟让他还是先避一避 心知情况不对的友真赶紧跑上楼 只见将冲植倒在血泊里 自知已经无法回头的南昌贝 令令手下抓住目击者友真 以及确认将冲植是否死亡 然后再集结人手去对付何康在 当何康在得知消息赶到医院时 将冲植虽然手术成功 但是动脉以及大肠都受到损伤 从而导致肺血性休克已经无力回天了 看着眼前的爱人 美珠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 此时的何康在 就想知道南昌贝去了哪里 殊不知他已经藏了起来 失去理智的何康在一顿发泄 但清醒的湘泽却认为 南昌贝应该还会来这里 但之前让泰山求助的班渡大哥 也没有来这里支援 所以他们现在成了孤君 而且南昌贝还用钱收买了很多人 冷静下来的何康在 也意识到南昌贝终究会来这里 于是拜托湘泽照顾好美珠跟友真 湘泽想让美珠能够跟友真待在一起 这样他们就不用分散人手去保护 美珠却希望他们去孤儿院 现在孩子们跟父亲都已出去旅游 而正好家乡那里四面华海 也可以正面的看到来犯之敌 对于江世勇不接电话 孙秘书很是失望 即使不是亲生父亲 也对他有养育之情 怎么也得去看一眼吧 但他却不知 江世勇并不知道这一切 看着病床上没叫过一声爸爸的人 或许在这一刻 和康在内心满是遗憾 不知是对生的渴望 还是还有一愿未了 江充值努力地睁开了眼睛 或许江充值在等这一声迟到的称呼 现在他的心愿已了 也就没什么遗憾的了 在江世勇赶到的前一刻 江充值带着儿子的称呼 离开了这个世界 正在等渡船的湘泽他们 渡船没有来 却等来了南昌贝的手下 不用多说大战一出即发 但显然他们在人数上并不占优 总归是双拳男敌四手 随着江充值身体的逐渐冰冷 小弟报告南昌贝也来到了这里 和康在拜托江世勇 照顾好他们的父亲 但显然现在的江世勇 已经将他视为自己的兄弟 原来会料到他们有可能去孤儿院 所以南昌贝兵分两路 一路由小弟去赌湘泽 自己则带队来找何康在 依托人多是众 南昌贝信心十足 但他却还是留了一手 因为他们抓住了美珠以及湘泽 为了让何康在完全相信 更是当了他的面 给小弟打去电话 显然南昌贝这次抓住了他的软肋 不仅是美珠跟有珍 还有一个湘泽 南昌贝没有丝毫要停手的意思 就要让何康在跪在自己面前 南昌贝将他踩在脚下 无论是之前对自己的侮辱 还是对毁坏自己生意的报复 南昌贝就想将这一切 全部以这种方式还给何康在 然而他并不想就此罢休 自己毕竟还抓了他的女人和兄弟 怎么也得让他亲眼看到 他们是如何死在自己手上的 被带进仓库的何康在 只见湘泽为了保护美珠 已经被打得不成样子 然而他及时想反抗 哪还有什么力气 再次被南昌贝连踢带踹 但他必须要想办法站起来 因为自己的兄弟快要没命了 美珠无助的哭泣 似乎戳痛了他坚韧的心 于是在南昌贝再次将他打倒时 摸到了一纸断了半截的木棍 于是趁南昌贝不注意时将他挟持 但南昌贝并不认为这是个聪明的做法 命令小弟将美珠抓起来 现在双方都有了底牌 就看谁更在乎对方了 南昌贝堵对了 相比较自己和康在更加在乎美珠的安危 但与此同时 他再也没有要挟南昌贝的把柄了 看了一下下打在他身上的木棍 美珠让他放下自己快逃 但怎么可能 美珠可是他曾经的救命恩人 现在又是他的爱人 就在南昌被准备奉上致命一击时 仓库的大门被从外面打开 班杜大哥带着人姗姗来迟 南昌贝直言他来得太晚了 好戏都要快结束了 南昌被做梦都没想到 班杜大哥会对他动手 但显然对于班杜大哥来说 欲望相争 自然是他这个愚翁得利 然后再假意跟南昌贝合作 但如果要他在何康在 和南昌贝之间做出选择的话 那他宁可选择拥有人意的何康在 也不会选择常怀背叛之心的南昌贝 跟这样的人交朋友 无疑是与虎谋疲 然而就在两人要将湘泽带着离开此地时 南昌贝忽然从背后袭来 而湘泽为了保护何康在 被南昌贝一刀灌入 眼看没有伤到何康在 南昌贝就准备逃走 但他怎么可能让这个人渣轻易离开 将湘泽交给美珠照看 然后不顾身体的痛楚驱车追赶 这边众人也将湘泽送往医院 南昌贝如惊弓之鸟 开着车在马路中左冲右窜 他则在后面紧追不舍 然而就在南昌被边躲边向后看时 正好与路口拐弯的汽车迎面相撞 从而导致车子停了下来 何康在打开车门快步上前 将南昌贝从车里拉出来 对着他就是一顿拳头招呼 但南昌贝却似乎忘记了 自己刚才是怎么对他的 怎么对他的兄弟以及女人的 却在此时祈求他饶恕自己一命 将充值的葬礼留期举行 也不知道余又丽此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不悲不喜 或许更多的是一种离别之意 何康在不知道怎么跟众人告别 只是让泰山将美珠送回去 但美珠却追上钱 就想要他的一句话 但何康在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就在何康在准备离去之际 泰山却跑上前来 对于湘泽来说 他是社长 但对于他来说 湘泽更是一直照顾自己的大哥 美珠跟泰山一起陪伴着他的家人 将湘泽的骨灰撒进大山 在世的时候打打杀杀 现在终于可以在这山川之中 得到那从未有过的一丝宁静 这是活着的人能为湘泽做的 小女孩抱着爸爸的遗照 安静地睡着了 或许在他幼小的年纪里 还不知道爸爸的离开意味着什么 对于美珠能给他输血 让其多活了三天 大嫂表示感谢 但在美珠的心中 却是无尽的愧疚 因为正是为了保护自己 湘泽才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大嫂并没有责怪于他 她是自己丈夫舍命相护的人 应该要好好地活下去 作为社团的大哥和康在 独自一人承担了所有罪行 虽然现在的她是一个普通的建设公司员工 但毕竟在社团多年 又因为差点将南昌被置于死地 人是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而作为手上占有人命的南昌被 则恕罪并罚被判处死刑 随着木珠的敲下 美珠的心也碎了 江世勇更是抓住 收了好处的律师质问 为什么会判那么久 但对方却直言 当事人拒绝辩护 拒绝接见自己 哪怕是再好的律师 也无法为他辩护 而在基建日美珠前来探望时 更是连他的人影都没有看到 或许在他的心中 是对江充值的遗憾 毕竟连一声真正意义上的 爸爸都没叫 他就永远地离开了自己 也是对湘泽大哥的破旧 让妻子失去了丈夫 幼小的女儿失去了爸爸 更是痛恨现在的自己 为什么当初没有除掉南昌被 转眼四年过去了 美珠对他之前住过的房间 依然每天收拾 更是将书本录成了有声小说 然后整理进盒子里 准备下次接见日带给他 在江世勇细心的管理下 建设公司发展也蒸蒸日上 美珠精心准备的东西 都退了回来 但不管他怎么解释 最多也只能将书本送进去 江世勇也前来探望 预警直言今天是什么日子 为什么会来这么多人来探视 其中还有叫崔有珍的 但他却没有接见任何艺人 原来当初湘泽将有针锁进的车里 从而避免让他受到伤害 在美珠闺蜜纯情的介绍下 泰山成为了一个歌手的保镖 为了晚上能睡着 美珠只有不断地吃药 四年的时间 他不但没有忘记一切 甚至还愈演愈烈 白中大象将是永迪交了辞城 因为他已经完成了 当初和康在邀请他时 想见一个拥有秋千的小区梦想 现在也该到离开的时间了 于又利邀请崔秘书一起去外国 并说在何康在初遇交接完公司以后 江世勇也会前来 或许对于他来说 离开是最好的选择 看着眼前为孩子们精心布置的游乐场 本以为是何康在 没成想是泰山布置的 毕竟这是当初湘泽跟何康在 一起送给过院孩子们的礼物 看着老爸穿上了 何康在当初买的衬衫 美珠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为了让时间过得更快一些 美珠想报名参加国际医疗救援组织 希望牧师老爸能够同意 对闺蜜提前准备一件结婚时的礼物 这是属于他的心愿 此时江世勇却打来电话 经过他的多方的周旋 终于弄好了假释申请 每一天晚上的夜会 MINGEN MING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